歡迎我們的星巴士 JR東日本VRT 哇 真的還會停下來耶 Y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姬耶耶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恩歸地 山頸魚 這個系列呢真的非常少錢 大概每拍一集可能就是三四千塊起跳 但我覺得因為自從我接觸了 做這個海邊 溫泉小鎮之後 所以呢我就決定 嗯 我把它繼續拍下去 目前只有兩輛巴士 說實在是不準的 以一個運作來說 今天要入住一個新的營業巴士 OK 各位就是這一組了 JR東日本VRT ZA版本 這個我有去看了一下危機版 好像說這個大船路線 到這個氣線掌線這邊喔 因為2011年311大地震的時候 全部都瘫痪掉的樣子 所以本來是火車在走 後來變成是由我們的巴士來做結送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裡面有什麼吧 GO OK 各位 它這個包裝喔 說實在還蠻不錯的 好多塑膠盒疊在一起 我們這個組起來呢 應該會像這樣子 這個set 那當然後面呢 如果還有其他軌道的話 可以一起去創建 哇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這種盒裝版的喔 那這邊喔 有三台車子 第一台呢 就是我們的主體啦 JR東日本 這個上面有松鼠 這不知道是不是那邊的吉祥 前面 旁邊 後面 OK 其實紅色還蠻好看的 剛好我們沒有紅色的這種巴士 然後它裡面呢 還是有送你一組動力組 那很多人在問說 到底這個是怎麼走 我們拿出它裡面一個 彎形的賽道 看一下後面 其實是有一個鐵絲的 然後自走巴士的下面呢 這邊有個磁鐵 就像磁鐵呢 就會吸在鐵絲上面 就這樣子走 那動力提供給它之後 它就會跟著轉 或是依照你所折的方向 而去行走 就是自走巴士的來友啦 然後它還有附贈沒有塗裝的 你可以自己畫你喜歡的塗鴉在上面 就基本上買這組呢 算還可以啦 有鬆動力組 又含有軌道這樣子 巴士的相關配件 那軌道呢 就有彎形的 分崎的 歪形 車輛路線變更的部分 直線的 下面還有一個停車 待會我們組起來再給大家看 這一盒呢 這邊應該是護欄啦 然後這邊有這些 一些相關的耗質 你看還有紅綠燈 超帥 然後這邊就是連結用的 那我們就先來組合一撥吧 待會見 Let's go 各位 基本上喔 它主要的線道就是這樣 中間這邊是後車站 然後經過來這邊 只要繞一個圓 再跑過去 另外一邊再繞一個圓 算是一個線道的一個路線 接下來我們把配件也擦一擦吧 好啦各位我們把這個停車站喔 臨時站呢 已經給弄好了 待會我們再來一一介紹 接下來我們要來做的是護欄的部分 GO 我已經先裝了一個上去了 那它這個裝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它必須要用這種小零件 你就可以把它 砍上去 那把護欄這樣取下 然後掛在這個洞上面 那就兩個護欄了 圍到上面的兩端呢 這個支線的部分 就要做最後的圍欄 所以我們這邊先來給它裝一下吧 GO 完成這兩邊的護欄 我們先把它裝上去吧 這樣子看起來 比較有feel耶吼 那我們再把另外一邊也結起來 OK 各位接下來我們要做就是 把這些號字呢 給它弄好 弄成一個基座 就繼續把它穿插在這個道路上 會更真的好看 GO OK 各位來看一下 我們總算把這些號字呢 都給它弄好 我覺得玩微縮模型喔 最痛苦的就是這個啦 貼貼紙的部分啦 尤其是遇到這種圓形 這個真的超級難剪 然後剪不好 它整張又壞掉 然後基本上就是有這種 靜止通行的啦 VRT的出入口的啊 然後一些專屬號字啊 還有這個 我覺得這個很酷喔 它真的是可以動的耶 它可以這樣子調整 這個應該是 專屬於VRT84在用的紅綠的 啊這個是應該一般 一般的車子在用 大致上就兩邊啦 那我們就現在就先把它給它組上去 看看 組完之後的風貌會不會又不一樣 GO A few moments later 這樣整個組完的感覺 就是一個直線的部分 然後這邊是一個圓形的 然後這邊有一些號字 紅綠的啊 然後這個是可以把它弄下來的 有沒有 噹噹噹噹噹 不可以過去喔 之類的 然後這邊也有四個號字 這個是隨便你擺啦 我不曉得真實是怎麼樣 那順便附加一提的喔 這個可能在我們前兩集 都沒有出現過 這個是可以讓他停車的 噹 或者是讓他通行的 這個待會兒我會試給大家看 有貼一些相關的前網的路徑圖啊 裡面還有小地圖啊 對面這邊也是一樣 好 那一樣一虛過來 再繞一個圈 就讓他跑一次看看吧 OK 各位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展開試跑了 那這邊我們給它用GO 待會兒他會直接跑 那另外一邊呢 我們給它用STOP 待會兒到這邊呢 這個站他就會停下來 JR東日本VRT 喔 進站了 進站了 喔 沒有問題 沒有客人 喔 所以呢 我繼續前往 經過我們的護欄區 看到紅綠燈 OK 準備轉彎 Broad on 好 繼續走 好 過來囉 準備看看他到底會不會在這個公車站前面呢 停下來 進站了 進站了 有客人 燈 各位 成功吧 而且他停下來的時候呢 後面還會亮紅燈喔 很帥吧 喔 那當你覺得 欸 客人差不多了 你可以讓他出發的時候 你就直接把這個Bang Go 他就跑走了 帥一波 還不錯喔 喔 這台其實我覺得還蠻不錯的耶 他這個跟我藍色的那一台是一樣的型號喔 像這種車子呢 有分不同的 軸距啊 所以每一台的大小會長得不一樣 接下來呢 我們來擺一些布景讓他跑一下吧 各位 我們又把我們的大山 跟我們的山都拿出來用了 其實這樣看起來很像那個 泰魯閣那個地方喔 對不對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先讓我們的 JR VRT 先從這個公車站出發 有了造景真的跑起來感覺不一樣 但因為這個是單向道 所以如果我再放一台的話 待會他們兩台就會對撞 所以我們要等他過了之後 我們再給他放進來 然後你看這邊其實有這種管子喔 就是要管子交通的 不然一撞下去 那還得了啊 差不多囉 我們黃車準備要放了 出發 然後準備要載客人了 登 OK旅客 趕快上車吧 好的 好了 GO 那他接下來要準備進山洞了 那待會兩台會不會會合到呢 我也不曉得 其實這樣的感覺還蠻棒的耶 很漂亮耶 來了 他回來了 他回來了 這邊剛好有管制到 所以沒問題 所以基本上你如果管制得好呢 是不會撞到的 我們來看兩台相撞好了 看這兩台相撞誰的力氣比較大 來 紅王大對決 哇塞 撞到後面而已 其實還好喔 OK 基本上喔 這個就是這一個軌道組的部分喔 他就是可以排列成這樣 當然你如果還要買其他軌道組 是也可以做出不一樣的形狀 不過我覺得自己做呢 比較能夠編織出你想要的形狀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些 比較漂亮的鏡頭吧 我覺得這一定會比較很明顯 很明顯 也要做一些魅力吧 可以看到這一個部份嗎 高見的 比較有的人 OK 觀眾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也是到這邊做個結尾啦 那我們之前有提到說 會幫我們的這些小屋子喔 建上的這個燈光的部分 那今天來了幾個喔 目前來了兩個 這個一個呢 好像可以點亮六間 我們來打開看看 這是它的那個電池盒 主要就是這個LED的部分 然後我們之前這個下面不是一個洞嗎 其實我們就可以把它塞進去 我們來把它塞看看好了 看這個感覺是如何 到時候 如果整個房子呢 都弄到有燈光的話 不得了啦 我們溫泉小鎮晚上一定會非常的漂亮 我們隨便插個幾間房子來看看 它電池我看是用哪一種的 要吃那個三號電池 我們來試試看 會亮了 亮了 啊 它它一組就是兩個燈光啦 然後你看我們把這個燈呢 給它插進來之後 哇嗚 就有點亮亮的感覺了耶 我把燈關起來 有沒有 基本上呢 就會這樣子了 唉呦 其實還蠻自然的喔 有人說喔 如果你這個燈買得太亮啦 它變出來就會變得像燈籠一樣 所以這樣子弄起來感覺還蠻不錯啦 很期待我們之後整個溫泉的房子 商區都蓋好之後 燈光亮起來會是怎麼感覺呢 對不對 OK 各位 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啦 喔 那我還是有努力在做第三塊場景 跟第四塊場景 第四塊應該再過不久就好了 那第三塊我還要再研究一下 那第三塊主要會是以 連接溫泉小鎮 然後海邊到溫泉小鎮的部分 中間那一段 好吧 我們希望可以早日跟大家見面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的頻道 也記得幫我按個讚 按個訂閱 隨時按下小鈴鐺 最終我最近來 我們就下次恩歸第四集 再見囉 大家掰掰 再見囉 掰掰